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講一宗48年前的兇殺案 就是紫盒藏屍案 我會講這宗案最主要就是 最近無線有一套節目 誓者代言人說這宗案引起了很多人的討論 其實我個人不只是親信 我對於這宗案超過了20年的追查 我覺得我搜集到的資料 和有時的照片和分析 我希望和大家拍一段影片 希望和大家網友一起討論 一起追查一下這個真空 我最主要就是在這條影片 我會講一下案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案情的了 我講完兩三分鐘 在案情之後就講我個人的疑點和分析 希望大家在網上 在我的留言區那裏大家討論 大家去追查這宗案件 首先 我們大家可以 講一下案情大概兩分鐘 案情是什麼呢 就是在1974年 12月17號 早上大約是9點至10點 有個清潔工叫張翠嬌 發現了一個屍盒 一開始就不知道 以為是死貓死狗 打開了看一看 以為是死貓死狗 就找管工 到他回頭的時候 原來已經有附警 就發現了這個屍盒 上面有報紙蓋著 裏面有一條赤裸的女屍 事有證實 就是一個16歲的死者 面玉嬰 當時警方當年追查 查 曾經問過七八至八八人 問過 關於沒有人附近見過面玉嬰 即使有沒有可疑人物 誰見屍盒 屍盒的情況 開頭都沒有什麼頭緒 後來偶然之間 有一個探員 應該是1725 他就去一個安美雪糕工場 就打電話 角樓打電話 發現到裡面的工場 跟死者變玉嬰的屍盒 裡面的銅線 紙條 和紙張 都有些吻合的情況 回到報告上司之後 由總督察 惠雅 就認為有可疑 結果正式去追查 安美雪糕工場的職員 開頭就調查所有職員之後 後來就鎖定了 唯一一個職員 就是夜間職員 歐陽炳強 他們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當時他就 認為歐陽炳強 在1974年12月16日 6點半至10點半 這段時間 是很有機會 是唯一在場的 而現隱因在那段時間遇害 其實我們可以看看 情況就是 最主要的疑點就是 當時已經證實到 歐陽炳強 是在1974年12月16日 晚上11點 已經回到柴灣居所 除了他太太 張金鳳之外 亦都有柴灣的保安 證實到是沒有出過去的 沒有回過去 我們是岸發現場 而亦都有人證實到 就說 首先發現到 最先發現到 裝屍盒的時間 在首醫診所門外 大約是1974年12月17日 凌晨2點半 即是說 如果 歐陽炳強 是沒有離開過家 根本就沒有可能 去保安屍盒 因為警方一直鎖定 都是他一個人辦案的 這一點 已經是第一個最大的疑點 第二個疑點就是 有法醫證實到 死者變獄嬰 胃裏面是有殘餘食物的 殘餘食物證實 他是死前三個小時 曾經進食過的 而警方調查之下 發覺 變獄嬰的弟弟 他曾經說過 死者出門的時候 死者出門的時候 大約是1點鐘 曾經進食過 5點半鐘出門 即是很明顯 很明顯是 最後那頓不是1點鐘吃的 但是上法庭的時候 控方為了遷就自己的 懷疑時間 就硬砌說是1點鐘吃 甚至說變獄嬰的胃部 可能是消化不良 其實16、17歲的 老生腿又怎會消化不良 正常人家消化5個半鐘頭 3個鐘頭會在5個半鐘頭消化到嗎 這個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我們最主要說他的疑點 就是如果5點半鐘出門 6點鐘吃東西到 3個鐘頭 死前3個鐘頭 曾經吃過東西的話 他至少是9點鐘才遇害 他當時 另一個疑點就是 已經有證實到 死者變獄嬰 曾經和兇徒 發生過激烈的走纏 指甲亦是爪碎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都可以相信 變獄歐仁炳強 只有一個8一磅的人 那有沒有可能 在激烈的掙扎之下 歐仁炳強是可以 一條爪痕都沒有呢 身上沒有任何乳痕 作為兇手 任何乳痕和沒有爪痕 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亦都是在歐仁炳強的衣服上 是沒有死者變獄嬰的皮舌和衣物 只是事後說 歐仁炳強的衣物上 有死者的衣物上 西裝那裏 有些毛髮在死者的指甲那裏 這一點我會講一講解 是 最主要就是 死者變獄嬰 她當時的情況是 在6時半的時候 曾經約了她的同學 陳奔奔交運 六音帶在跑馬地電車站 事後見不到 7時都見不到 警方就認為她 最關鍵那段時間是 6時半曾經去過 安美雪糕工場借個電話 有些人被她枯死 但事後 在陳奔奔的口供裏面 亦都講過 講過是甚麼呢 就說 死者變獄嬰 在6時半打電話給她的時候 背景是很造雜的 而安美雪糕工場 背景是非常安靜的 絕對不像的 這一點已經證實到 還有安美雪糕工場 如果死者要借電話 為何要去安美雪糕工場 供國樓麻煩呢 當時有餐廳 在附近那裏有餐廳 有水果泡 很多地方都可以借到 根本不需要去到 雪糕工場 而亦都證實到 跟安美雪糕工場 是不相熟的 根本就沒有必要 更加有公眾電話 停 如果她沒有必要去 雪糕工場 安美雪糕工場 更加不可能被殺害了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看到 她最主要現在的疑點就是 第一 奧林炳強 只是安美雪糕工場 八個詞詞人之一 她亦都沒有工場的密碼 這一點她的經理已經可以證實到 就告訴大家 她沒有雪糕工場的密碼 只是 這裡可以看到 大概沒有密碼 大家看看 她在這裏說沒有密碼 安美雪糕工場 除了沒有死者的指紋、掌印 更加離奇的是 她死的時候 她死的時候 沒有掌紋、沒有抓痕 在安美雪糕工場 沒有留下 而她證實了 被人割傷雨 乳頭 當然會留下 如果是第一案發現場 一定會留大量的血液 即使不多 總會有 抹布施藥的血液 安美雪糕工場 是沒有電路鷹 任何血液的留下 所有抹布所有成是沒有的 所以很清楚顯示 安美雪糕工場 不是第一個案發現場 我估計她是一個疑私的現場 為何會是疑私的現場 因為曾經有人說 安美雪糕工場 有一份報紙 一份報紙 第一張 一兩張 遮屍的 就放在屍盒 那裏 另外 如下那些 就放在安美雪糕工場 其實這是一種 好笑話的 因為可能一份報紙 分兩部分 一部分放屍 警察一定追查 另一部分放在安美雪糕工場 根本是引你們 警方去追查 這一點 我個人的分析 就是 以我這個假設 假設 如果安美雪糕工場 不是第一個工場 是疑私的 而最大的可能是夜校群組 我個人的分析 應該是夜校的同學 便玉嬰 便玉嬰 認識了一些不好的良分子 於排舞 排戲劇為名 引了便玉嬰 便玉嬰去 便玉嬰去到之後 便發覺不對勁 不對勁 想借頭借路走 便打電話給她同學 便跟陳彬彬說 要6點半後 還六斤大 陳彬彬即時去 便被人揭發了 便不讓便玉嬰走 便硬拘留住 直至到大約9點多鐘 便玉嬰想徒手的時候 便被人固死了 這是我的假設 固死了 固死了的第一現場 就是我認為的第一現場 如果當她被夜校同學 固死了在家裡的時候 她們想威脂滅 她們的做法是怎樣呢 剝了便玉嬰的衣服 和她清洗全身 包括指甲 所有全身乾淨 令她完全脫離 第一案發現場的證據 全部脫離 然後放進一個全身的紙盒 我不明白 這個我們一定要調查 因為一個這麼大的 當年的電視機盒 全身的紙盒 今天不會隨意撿到 而這個紙盒 也是時候 安美雪糕工場的人 有人說從來沒有見過這個雪糕紙盒 如果從來沒有見過雪糕紙盒 怎麼會是 可以隨手拿來裝呢 難道她上班時帶去紙盒嗎 沒有人見過這個雪糕紙盒 即是是兇手 搬屁時搬過來 至於你說 為何在雪糕工場裏面 紙盒裏面 有這麼多證據 和安美工場有疑點 銅線 皮脂 毛髮 小虛毛髮 這就是因為 這個電視機盒 曾經 真的在安美雪糕工場出現過 它是第一個疑似地點 這是個人二十年以內的分析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假設當它們殺了便療嬰之後 它們為何要搬來呢 很簡單 一間屋 總會說它的家人和人回來 十一、二點要回來 假設是十一點回來 十二點回來 十二點回來 十點半至十二點之前 一定要移屍 移屍 移屍我們一定要搬走 首先搬走這條屍 搬去另一個地方 然後才決定棄置 去哪裏棄置 所以它們就將便療嬰 清潔了身體之後 然後去搬屍 只要在這個夜校 夜校同學群組裏 有家人是安美雪糕工場 八個慈禧人之一 這個論點便成立了 就是說有慈禧人 是這個夜校同學的家人 朋友 他們可以趁著十點半歐陽兵 離開之後 他們將這個屍 用手推車 手推車全身的電視機盒 裝到屍屍 推到安美雪糕工場上面 推到那裏 為何要推到安美雪糕工場呢 一來我估計這個案法地點 是很近安美雪糕工場 可能是樓上樓下 一層樓都不夠 那隻 二來他們的目標是怎樣呢 他們的目的地就是 用物診所 希望清潔工人 不八卦 將它當作一個動物屍體去焚化 只要焚化了 就什麼事都沒有 根本就幾乎沒有人會再調查這宗案 如果他們不行 第一個計劃 A是不行的 焚化不了的 那就B計劃 B計劃就是怎樣呢 將安美雪糕工場 營造為第一案法延長 令引渡警方誤會死者 在安美雪糕工場被殺 所以他們先運去 先運去之後 幾個人一起 三、四個人 我猜的有男和女 運去安美雪糕工場 大約到11點至2點這段時間 2點之後他們便棄屍 這三個小時後 他們做過什麼行為呢 很簡單 大家互相討論之後 就會發覺 如果能夠將安美雪糕工場 營造為第一案法延長 那就對他們很有利 他們的做法就是 可能有些類似妒忌 便玉嬰 就將它割到魚頭 用安美雪糕工場 下氣下降 燒個陰謀 也不奇怪 凌造它 曾經在安美雪糕工場出現 最重要的就是 將它那條絲拿出來 翻滾 在床下翻滾 翻滾有什麼意思 就是將安美雪糕工場的 塵道 衣物 紙張 傳到 盡可能有關的東西 尤其是 稍有知識 兇殺知識的人 如果你懂得這些 你都知道 在指甲裏面 将安美雪糕工厂工地上的肺 类似无法衣物纤维之内 全部塞在指甲上 所以就会形成这个非常之矛盾的 身体曾经清洁过 指甲竟然有269条纤维的矛盾之次出现了 其实是完全没有矛盾的 因为它在第一案发现场全部清洁了 在第二的仪师现场制造假证供 令到269条纤维在变肉鹰的指甲那里 但是欧阳炳强身上是没有任何矛盾的 因为它不能制造这件事 假的这件事制造不了 唯有用衣物这个 最后香港警方就认为 在变肉鹰的手指甲里面有七条纤维 是从欧阳炳强的西装有吻合的 就认为这七条纤维是和欧阳炳强吻合了 所以欧阳炳强是空手的 这是第一个非常笑话的 第一 网上资料已经清楚显示 欧阳炳强那件西装是他的饮衣 他根本就不会 甚至是从来没穿过这件衣服上班 没有人会穿过这件衣服上班 当时那些人是很穷奔的 欧阳炳强也是只有一件饮衣 事后也没有人说过 见过欧阳炳强穿这件衣服 第二 如果我告诉你 你就这样听下去 七条纤维 你就觉得是欧阳炳强 我再加几句你就会觉得不是了 怎样加几句 很简单的问 二百六十九条纤维 事后如果证实七条纤维 是跟欧阳炳强的衣服相同 但是另外二百六十二条里面 其中的七个辞持人 每一个辞持人去家里的衣物 都有超过三十条纤维 那你就会听到 压过辞持人有七个 每一个家里有三十条以上的衣物纤维 是完全吻合 而欧阳炳强只有七条 那你会不会怀疑欧阳炳强 会不会怀疑一个矮子的欧阳炳强 一百一十磅不够住在柴湾 有时间证能的欧阳炳强 为什么当时警方不调查 那八个辞持人家里的衣物 和那二百六十九条作吻合呢? 当时这个纸盒里面 已经是法庭的证供 说这个纸盒有四个掌印 四个不明掌印 是警方是视而不见的 完全没有理过的 一个一百一十磅的人 能够捧起一百多磅的尸盒 而令到尸盒不罪底 整个尸盒在近乎没有损坏的情况之下 是没有可能的 根本已经是非常大的疑点 而最主要就是 警方就为了要锁死欧阳炳强 所以他就完全忽略 完全当忘不了 不理他的时间证人 不理他有没有离开 不理他这件西桑有没有曾经出现 是否从来没有穿过 而所谓 现在大家看到了 我给大家看看 在关键的时候 曾经有两个所谓的女工 子依和欧阳炳强曾经去销盒 事后 原来已经在法庭的资料里面说了 网友已经说了法庭的资料 在上诉的时候 曾经说 原来这个子供性业的女性子供 第一 女工他哥哥是懂得变育婴的 这个已经有偽症 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是夜后群组的朋友 夜后群组已经是一个嫌疑的了 他哥哥是懂得变育婴 第二 他们是偽症 怎样为之作假证工 近乎的假证工 第一 因为女工曾经声称 在早上8点半见过欧阳炳强 在那个年 早半年时 但我们事后 警方事后查到 原来欧阳炳强 在整整一年 事发之前那一年 上班的打卡记录 我们的打卡记录 最迟那天是8点21分 他已经回到阿美雪国工场 而女工竟然说 在8点半在途中 曾经见过 差不多几个字的旅程上 曾经见过欧阳炳强 很明显 他要么就是偽症 要么就是形成人 这一点已经被否决了 只是因为这个情况 就令到别人 否决了欧阳炳强 一个表面上品格良好的性格 因为他是一个文员 晚上兼职 他太太 大肚 有一个小朋友 18个月 他表面上是完全没有一个杀人的动机 但是因为他这两个人 在关键的时候 走出来作一个品格上的指证 而事后甚至是可以证实到是偽症 但是警方也没有事后草草略过 也没有再认真研究 就这样的指证欧阳炳强 我希望大家 为何我会有一个怀疑 有人曾经说欧阳炳强曾经认过 有一个犯人 叫做文龙 在独中 曾经欧阳炳强曾经问过他 强哥为何搬丝 这么远 搬远一点就好些 欧阳炳强就顺口回答 这么重怎么搬 他就说欧阳炳强 中了招了 流入后缝 其实我作为一个 我认识到这么多个 懲教署死囚的职员 当年欧阳炳强坐监的时候 年份 我认识很多程教署死囚职员 赤主监部JBOG的职员 我估计欧阳征员 被人问过不止一千次 根本就不存在突然后风 任何一个问题 都问到鬼怪难受 无论职员和犯人 搬过很多次 所以这个文龙所谓搬到 我们程教署职员来计 我觉得是一个笑话 他将那个笑话 蒙蔽了外面的香港市民 让别人以为欧阳炳强 是一个流入口风 其实是完全不存在的 他被人问过千多二千次 怎会流入口风 怎会被这一个犯人 搬到口风 最主要我拍这条片 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研究一下这宗案 大家在网上留言 在这个讨论区和我一起 共同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这宗案 欧阳炳强是真是兇手 还是被人冤枉 是冤枉呢? 如果是真的冤枉的话 当然在法律上 我们不能够翻案 但是起码 大家傲义上都应该和他翻案 和他一起澄清这件事 亦都可以令死者沉冤得雪 亦都可以更加追查真正的真空 希望大家 如果有兴趣这宗案 我还有很多疑点 但是我暂时可以当第一条片发出来 第一条片发出来 如果大家在讨论区 在我的留言区 和我认真研究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然后当有足够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发第二条片 第三条片 一直追查下去 大家一起 来追查这宗近乎五十年的空案 观看 当年贝雅在案情重组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笑过他 欧阳兵人都是八一磅到 他找那个所谓的搬尸的人 非常吃力 根本是三面凌空一面落地 他那个搬尸 示范作用的尸盒 都装个旅景的盒 也有破损 而且搬尸的探员 以前我粗略目视 我估计有八七磅到 Elon 用八一磅 用八六七磅的 拍到贝雅都不输舌的身形 根本是完全不公道的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片 Elon 永远当年曾经 亲自要求港督 做一个心理测方机 我们叫测方机测试 去到小岚诊诊病院 测半年方 事后都诊诊到Elon 永远是没有说谎 用一个抓方机测试 他也是没有说谎 一个人以至如果不是那么坚强 他怎么会 不是冤辱的 他怎么会那么坚持 你说他做最后认罪 他已经用了他十几二十年 坐了二十八年 你坚持他清白 他如果不认罪 他可以出来吗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给他一个公道 究竟 公手是不是他 事后这么多年都有人怀疑 也有很多疑点 当然我收到二十八年都很多 但我不想把第一条片弄到这么长 令到大家看得太沉满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们才可以再录第二条片 第三条片 继续追查下去 因为本人对欧阳兵的这件案 我都追查了超过二十年了 我已经研究了十二十年 我发觉这件案 根本可以说太多了 一个这么瘦弱的人 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可以 可以抱一个百多磅的尸盒 是没有破损的 而且有时间只能证实的时候 你又肯定要拘捕别人 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在网上 如果看这条片 如果你对欧阳兵强 指甲床私行这件事 很有意见 很有意见的话 我觉得我本人对你 我一定会帮 资料上 你会有兴趣的 因为我本人 曾经追查了超过十几二十年 搜索过很多的资料 亦都相识到 当年的程教署职员 死囚职员 JBOP那些都很相识 我们曾经跟欧阳兵强 吹过水 亦都很多 最后我想做一个结尾 就是分几钟的 口感结尾 就是 如果 今天警方捉了姜濤 即是我们很出名的姜濤 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 逮捕了他坐二十八年监 接着被两条女儿选 要是你认罪 或杀了变禄英 又立刻放你走 要是你坐终身监禁 我相信 坐了二十八年的姜濤 他虽然在一九九几年出生 但他都会认 超过九成几倍 他会认 在一九七四年 杀了死者变禄英 是不是很荒漠 我听到 但现在就是这个事实 这个就是游戏规矩 认罪 只是被迫 这是假释的条件 我希望大家 有趣讨论的话 在留言区跟我讨论 多谢大家欣赏这条片 拜拜